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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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遇到了这个怎么解脱出来 当我们遇到的时候 你怎么去安住在什么样一个境界心态里边 然后让自己不再受她的打扰 就是否则会辛苦的 是啊一辈子真的不知道遇到啥 家家有本来有本境 不是每一家都是 有时候有很多事 不是我们看眼前就能开开的 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人怎么这样 那个人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或者是很多事 或者我这么善良 这么 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等等 很多就会纠结 还是有时间多看看 不管有没有事 都应该 我觉得佛学都挺好的 嗯 看一看 然后你就算没事说很幸福 也可以看一看 万一有事的话 我们就自己能够承招 或者是来过去 你说遇到啥就不行 对 空鼻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孩子一般是你的 天天空鼻子 哈哈哈哈 会的 会的 我没问题 但是走出来 我们啥时候能走出来 嗯 那种阴影啊 很多的那些事情 有时候会 心里面很深的印记 很久 嗯 很久活在那种 那种阴影里边 事情过去了 我们都不能释怀 觉得 哎 真的是 就很辛苦 嗯 很多负面的信心 尤其现在 很多负面的东西 嗯 一旦 一旦它留在我们 我们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真的是 怎么也幸福不了 开心不了 嗯 就拥有什么也觉得不开心 好像受了创伤 一些佛的东西就可以 清理这些 垃圾 嗯 嗯 就有能力清 你不是 清理东西都有能力的 不是说我 我觉得它不好 我不要它了 哎 你就能把它从你心里拿出去 不是 需要能力 需要能定下来的能力 指啊 清除啊 那些 我说到就做到了 就放心 嗯 嗯 那就是修行 修正法吧 就是修 嗯 我单纯的说 看看它不行 你看 看的目的是最后我能做到 嗯 最基本的就是 嗯 能清理自己 细细少的垃圾 嗯 和音师傅讲方法的 嗯 它有法嘛 只有方法就是方法 比如修裁定啊 打坐啊 或者是什么 持受明号啊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方法来的 你不要 你以为啊 持受观世佛 不是啊明号 持受佛的明号 是一个 好像就像念佛一样 不是的 它是很专注的 它不是要做的你 那如果是很散烂的 它跟我们聊天 没什么区别 但是它是坐在坐地上 很专注的 持全身性的静下来 就持一个明号 全身性的 关注这个明号的时候 那个效果是不一样 嗯 然后 当然说 另外的说 加持是另一方面 但是你自己就开始 能够停下来 不乱想了 停下来就 这个是培养能力的 嗯 就是指的能力 你能指在一个念头上 不想很多 咋念 其实我们是东小西小 你知道你东小西小 一般想什么 一般想过去那些伤害 然后未来那些恐惧 你不会想好的 一般人都是 因为它纠结它 它开心快乐的时候 很容易就过去了 像风儿一样就飞了 最想的就是那些 过去那些伤害 还有未来的恐惧和担心 这叫过去心未来心 那一想这些 当下你就在受苦了 是不是 你已经没好日子过 未来那么多担心 过去那么多伤害 但是你能指在一点上 比如说你念个阿弥陀佛 全身性的 关注在一句佛号上 不动 你慢慢天常修炼 然后你就当下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不想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杂念就不会来干扰你 虽然那些事情 并没有解决了 但是它不会影响你 当下我吃得想睡 吃得饱睡得想 我睡醒了再想 我当下我吃饭的时候 我不想 我说不想就不想 但是你没有这个功夫的话 你说不想它就在想 嗯 因为它的意 因为我们只要活着 它的意识就是不断的流动 过去留下未来 过去留下 叫过去心未来心 它就不断的流动 但是如果你有 子的定 子的定力了 子的定力的话 你就坐在 安住在这说 我就关注当下 我现在想有什么用呢 没解决问题 就像现在 我们俩这半小时 假如你坐在这半小时 那这半小时 你为什么不能开心呢 嗯 这半小时是没有任何东西 打扰你的 是吧 这个世界你又回到了原点 就你一个人啊 就你一个人啊 就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而且在喝茶 吃东西啊 而且这个枣挺甜的哦 嗯 你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枣呢 就像回到了枣园这里 都满足的枣 你只是在吃枣 然后喝茶 然后我们在聊天 剩下的这个世界都不存在 过去你的过去未来都不存在 你为什么不能活在 当下在半个小时能活成这样 因为这半个小时 你都在很多 过去未来的很多 煎熬里面 那些东西像 红柳一样的冲击症 你会焦虑 会烦躁 会不安 会觉得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温暖 看不到爱 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说 休息 如果你最起码 你修一点指令 就可以达到这种 这半小时你是幸福 哪怕半小时以后 可以压着你走上心肠 所以你真的是盼了时间 半小时以后 哎呀 我不行了 这家人 那面对那 那当下恐惧就恐惧了 但是半小时以前 你可以活成那样的 这就是力量 这就是定理的力量 指令的定理的力量 当然说它这个 还不是福 还没有解脱 就没有看破生死 没有看破生死 没有看破这个世界的很多 是看不到 看不破 但是可以活成那样 就是 这就是最起码的一个 小小的修的法门 都可以达到 只要你按住心 可以培养出来 他不是迷信 不是说 哎呀你坐在那儿 没事了 就你每天念佛 你没事了 我就喊 喊释迦牟尼 好像喊了释迦牟尼 我就能怎么试的 不是 他是修力量的 修一种仔细砸念的力量 如果你那个力量不出来 你喊他有什么 他是培养那种 就是说比如 修观呼吸啊 念佛号啊 识咒语啊 或者打坐 排着腿不动啊 如如不动啊 按住啊 这些都是 要培养力量 每天 很多人每天拿出十分钟 二十分钟来去打坐 就是 然后你在看佛经 看佛经告诉你 哇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你也是虚妄的 你的念头也是虚妄的 然后那么你是谁 你在寻找寻找 你是谁 出哪来的 要到哪里去 来到这个世界上 难道你就是来 咬家 咬孩子 去照顾孩子 你有没有其他的 事要做 你为什么来 你当年 投胎那一刹那是 有什么投胎的 来了为什么 你寻找到了没有 你这一生有没有使命 怎么过 从来没有考虑 从来没有考虑 好像从来就是 已经一来就迷在这个世界的 空空空空空空空 就是我的角色 我不舒服 我不开心 你负了我 或者我我负了你 或者是离别伤 伤害等等 然后呢 孩子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的 纠结里面 就这些事 难道你来就是做这些事吗 这就是佛学 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你是谁 这是佛学里面 找的问题 就是说你心在哪 你的心在哪 就是你是谁 这都是佛学里面 到最后 经典里别告诉你 你在看经 然后你就 哦 就全部是 就放下 就是这样 休息 然后就是打打坐 然后就 配合你这种界地理路 这就是修行 修这佛法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难 如果感兴趣 可以休息 那师傅 你入门 没问题 你可以看看 网站啊 天天也许 可以交流一下 就互相交流 互相有时候需要鼓励嘛 自己修不下去了 他说 哎我没事 我可以的 你会从别人那儿吸取到力量的 觉得他能 我也吸 哎慢慢 其实同修就是这样的 你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他能 哎你觉得他能 我也能 就好像就 鼓励了 就鼓励的走下去 或者你有一点收获的时候 他觉得 他就觉得很激啊 或者是一些赞赏 你都会觉得 对你是个鼓励 同修嘛 然后不明白的是去找老师 老师帮你解决 嗯 但要慢慢的去了解佛在说什么 因为你要是学佛的话 你要了解佛 到底佛是个什么 是不是 他说了什么 他在做了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魅力 他为什么知道我去叩拜 我叩拜的时候 我又不了解他 我那个扣头算什么 嗯 你都不知道 大家都扣你也扣 是不是 你心里边的我慢 是放不下的 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你凭什么需要他 你凭什么心肝无起头地的 要给他离拜呢 他好在哪里 是不是 他为你做过什么 直到你那样去感恩 去付出 去放下你的东西 去追求 很多东西 你要看清楚的 当你看清楚他的时候 你就不一样了 你做每一件事情 在佛学里边 修正的每一点 你放下的 不管你为他去持戒 去放下七七六一 放下任何东西 你都无怨无怀 因为那不是说为他在做 你会知道 那是为我在做 为自己 嗯 就像那小孩子 他去忍受一些学校的纪律啊 去忍受说早早早早的 上课啊 不睡懒觉啊 不看网络啊 不招恋啊 对对 他是为了他最后的成 自己孩子自己 他不是为老师做的 嗯 佛学也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你自己做 嗯 包括扣那个头 都是为你自己扣的 嗯 因为你在做那个时候的 不一样的 包括说 学的手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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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